胡志明市的巷弄除了像一个迷宫一般错综复杂之外 还有一个特色,那就是房子占地都很小 即使是独立的房子,往往都是向上发展 高度和宽度不成比例 由于房子都是各自建的,没有统一的设计 也没有条例和规格 房子小巧玲珑显得非常有个性 不少房子只有一扇门的宽度 能够再加上一扇窗的宽度,那就算是宽敞了 老太太说,她在这里住了一辈子 已经很习惯,并不觉得怎么样 由于房子小,大家很习惯坐在门前 或是把厨房搬到屋子外面也很常见 即使朋友来访,也不例外 大家坐在门前不亦乐乎 胡志明市中心的陈富街,有一条很有名的七十一巷 从巷口看进去没有什么特别 但是慢慢往前走,越走越狭窄 最后有些巷子甚至连电单车也进不了,只能下车不行 万一有人迎面而来,就只好倒退 狭窄的程度可想而知 这个社区的居民大部分来自湄公河下游的三角洲 在统一战争接近后期才开始涌进城市 那个时候的西贡已经人满为患,拥挤不堪 加上兵荒马乱,城市毫无规划可言 他们来到城市为职务,大部分他们非常坏 所以他们不能够购买居民大部分 所以,大部分人住在小地方 他们设置这个地方 然后,当他们有足够的钱,他们建立了居民大部分 所以,在这些计划,居民大部分 会把这些地区切成小的地区 所以,这些房子在这些地区很短 战争结束后,百废带兴 胡志明市地小人多,也只能这样安顿市民 把房子建得那么靠近,是无可奈何的事 越南人都爱整洁 大家都把环境打扫得干干净净,没有卫生问题 大家担心的是,万一发生火患 无论是消防车或救护车都无法进入 加上防护多,恐怕一发不可收拾 这是居住在巷弄的引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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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居住在巷弄的引诱